出现了18只电线杆 集体铺接倒成了一片 谁看到这景象农民笑不出来 因为电线杆倒在稻田里 他们未来怎么工作 我们班比电条倒几百 影片中是8号时风大雨大的景象 民众边开车边惊呼 因为左边一整排电线杆 全军覆没 数一数总共18只 台风过后不但出现 外腰油桶更有电线杆 集体铺盖 这里是台南后币区 电线杆全部倒在田里 但油桶爆红 这里的农民可笑不出来 因为这样怎么下田啊 农民又担心又紧张 原来台风好雨造成土质松软 电线杆不是一味就是倒地 11只躺在田梗上 另外7只倾斜45度 让居民好气又好笑 说根本是好香好水好坡 台电说目前工店没问题 会在两天之内 把18根电线杆重新归位 但电线躺在田里农民耕作怕怕 只能缩在角落 积聚也不能下田 整片电线杆扑该 让农民好困扰 接下来台南报道